据美国拳击媒体披露 前WBC重量级世界拳王维尔德 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自己和纳干诺潜在的世纪大战 维尔德并没有拒绝与纳干诺 在混合格斗规则下较量 他认为自己和纳干诺的对决 会比过去更重大 众所周知 纳干诺在今年10月底和泰森复礼 进行了10回合跨界大战 纳干诺在复礼擅长的职业拳击规则下 给复礼制造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并且在第三回合击倒复礼一次 最终以10回合分歧 判定争议落败 那场比赛后 很多职业拳击好手 都想和纳干诺一决雌雄 其中就包括维尔德 值得一提的是 维尔德坦言 他和纳干诺的比赛 要比纳干诺与复礼落实比赛前 就已经被提及 但因为那时出现了很多 不由分说的因素 导致比赛未能达成 不过 如今的情况就改变很多了 维尔德与纳干诺 甚至可以打两场比赛 一场用职业拳击规则 一场用MMA规则 维尔德说 纳干诺凭借对阵复礼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俩的对决更加重大 会吸引更多票房 我听到外界期望我俩 在混合格斗规则下较量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但一定要明确 什么是混合规 则 我们都知道职业拳击和MMA的规则 混合格斗规则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必须要明确 如果要打的话 需要有中间人和我接触 也和那干诺联系好 然后我们一起谈判 如果维尔德和那干诺的比赛达成 将再度说明一个问题 重量级这些所谓的大咖都惧怕张志磊 张志磊在二番战KO乔伊斯后 重量级四巨头只有维尔德表态愿意和张志磊打一场 但最终却选择了重拳力度不如张志磊的帕克 而那干诺也是个大鸡贼 因为承办12月23日维尔德VS帕克 约书亚VS瓦林的沙特主办方最初联系的就是张志磊和那干诺 希望他们俩打一场 可那干诺选择了回避 极度遭人鄙视 当然张志磊也不可能死等维尔德和那干诺 既然他们俩不敢和自己打 那么自己就不断向WBO施压 争取2024年挑战复理VS乌西克的胜者 如果胜者不接受他的挑战 张志磊就将被扶正 成为WBO重量级正是世界全王 一旦志磊拿到WBO正是金腰带 维尔德 约书亚 鲁伊兹 那干诺这几头烂算 就会掉头祈求张志磊打一场 张志磊届时可以按照自己心情 灵性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